今天要跟各位說明 談虎克定律的時候 你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要在彈性限度內才會成正 我們碰到考試題目 幾乎都是說在彈性限度內 但是有人會這樣子問 施力1公斤重身長2公分 2公斤重身長4公分 3公斤重身長6公分 請問你4公斤重身長幾公分 8公分錯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告訴他在彈性限度內 我已經掛了 就不一樣了 所以不對 所以要在彈性限度內才會有成正的狀況 你碰到題目幾乎都是說在彈性限度內 不過仍然要請你把題目看清楚 OK 注意 外力是跟形變成正比 不是跟全長成正比 有一個東西本來是10公分 受力2公斤重之後變成11公分 形變1公分 4公斤重變成12公分 形變2公分 是這個1公分跟2公分跟力量成正比 不是11公分跟12公分 不是 是是剛剛那個delta x1跟delta x2 是形變才是跟外力成正比 不是全長 剛剛跟你提示過一次 會不會再提示 就是考試題目裡面 有的人是問身長 有的人問是全長 10公分變成12公分 身長2公分 全長12公分 問的東西可能不一樣 可是你在算的時候 你只能算誰 你只能算身長 形變 那個才有成正比 那個才有成正比 OK 再來 重量才是力 質量不是力 重量才是力 我們未來就很快就要講到 重量就是所受的重力 所以重量才是力 質量不是力 地球的引力 跟月球的引力不一樣 我們說月球引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地球上六十公斤重 到月球上只有多少 十公斤重 如果你在地球上 畫一個六公斤重的東西 它伸長了一公分 你拿到月球 它就只變成一公斤重 它只會伸長六分之一公分 它重量才是力 重量不一樣 可是質量一樣啊 地球上質量六公斤 到月球質量還是六公斤 質量有一樣啊 可是生長量不一樣啊 因為引力不一樣啊 因為重量不一樣啊 所以考試就問你說 一個東西在地球怎樣怎樣 搬到月球怎樣怎樣 那你要注意 質量不是力 重量才是力 然後呢 重量一樣 它才會生長才會一樣 所以倒過來 如果我在地球上用力一拉 生長兩公分 到月球上同樣的用力一拉 它還是多少 還是兩公分 因為我拉的力量是一樣的 因為力量一樣 形變就會一樣 所以要請注意 重量才是力 質量不是力 重量就是所做的重力 所以重量才會跟形變成正比 質量不會 質量不會 那還有一件事叫做 造成形變的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好 你可以想像一下 有人有玩過一個健身器材 跟棍子要壓它彎啊 你會只彎一邊嗎 不會啊 你是兩邊一起彎嗎 握力器也是一樣啊 你是兩邊一起夾對不對 所以握得起來 所以造成形變的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我們平常講話說 掛一個五公斤重的東西 身長兩公分 這有幾個五公斤重 兩個 左邊的圖 我掛五公斤重身長兩公分 其實是有兩個五公斤重 哪兩個 一個就是我掛的五公斤重 那種的天花板 拉他也有一個五公斤重 所以就跟中間的圖也一樣 掛一個五公斤重 可是牆壁的怎樣 也拉一個五公斤重 就像你的最右邊 左右兩邊都是五公斤重 所以如果這三個彈簧是同一個彈簧 請問你這三個圖裡面 誰的身長量比較大 答案叫做一樣大 因為他受力情況是一樣 這是考試有考的題目 這考試有考的題目 問你他的身 我告訴你說 最左邊的身長兩公分 問你最右邊身長幾公分 有人就覺得說 我有兩個五十倍四公分錯 還是多少 還是兩公分 這三個的受力的情況是相同的 都會相對相同的 所以 第四件事 請你注意的事情是 就是造成形變的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我們口語上只講了一個力 口語上只說了一個力 大概大概有幾個力 兩個力 大概大概只有兩個力 就是這個圖上面 請你理解 這三個圖的受力情況是相同的 所以同樣彈簧的身長量情況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重點 OK嗎 OK